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玛纳。 今天,神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量——圣经。 请你, 好似以色列人一样,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 领取新鲜的抗野玛纳。 一段经文, 一篇灵修小品, 一篇信息, 一个吐槽。 每日跟你一起领取玛纳, 陪伴你每日凌沙。 欢迎你收听《抗野玛纳》这个节目。 今天的《抗野玛纳》是, 《让老我死去》。 在这一集, 我们先来默想以下的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二章, 二十至二十六节。 以及和您分享一篇灵修作品。 《约翰福音》十二章, 二十至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二十五节。 那时, 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众, 有几个欺利利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 白菜大的腓力。 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弗力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和弗力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护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那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我求能够知荣耀的时候, 我愿意善你的道理。 我求能够怪你。 我愿意不得怪你, 我妻意不得怪你。 尊崇敬,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一粒墨纸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这个节目 今天的《旷野玛拿》是 《让老我死去》 和你分享一篇灵修的作品 一提到死 就难免有人不愿意听 这里所提到的死 不是叫人轻生自杀 那是指着我们的旧人 常常压迫身人 所以老我必须死 才能够达到灵性强健 长大成人 有丰盛的生命 一粒墨纸已经有生命 可以供人使用 但是不死 仍旧只是一粒 重生的人 已经有二的生命 不过如果仍旧是放纵老我 不肯实行在日常生活上 与主同死 表示不能够流露 彰显主的风声 更是不能够 结出很多的纸粒里 所以与主同死 是灵性掌进的重要条件 身上上带着耶稣的死 才是耶稣的生 可以参考 《过林德侯书》 四章十节 我们肯向罪死 就能够向神活 好主所好 护主所护 彼此有意志上面的调合 要坚决除掉罪 借着神的恩助 将祂的根拔除 要靠着神的帮助 有目的的 坚强的 在神的爱里面将罪毁灭 连一枝一叶都不能够流传 这样你才能够去救根深 在主的里面 享受祂的恩爱 主经过死亡 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得我们得永生 为信的人 开启了天上的门 欢迎你收听 旷野玛拿这个节目 明天我会和你分享一篇 让老我死去的文章 愿主向爱 尚尚与你同在 梁友电台原创节目 旷野玛拿 作者 孙大宗 越阅版播音 方爱人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